别看了 学习不好 我看我老婆写的怎么 顾医生 你知道吗 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 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 余生请多指教大结局后 很多观众都希望肖战和杨子可以二搭 近日 网上传出了一条消息 又一部热门甜宠小说将影视化 主角准备找一线 看到这样的情况下 网友认为杨子和肖战二搭的希望很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多部热播剧都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 比如你是我的荣耀 暗阁里的秘密 余生请多指教等 这些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成为甜宠剧后 网上又传出了一批热门小说 将改编成电视剧 其中关注度较高的是 很想很想你 很想很想你讲述的是热爱作曲的电视编导顾生 大学期间被成功的保送研究生 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 他一直在坚持努力创作 而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和知名配音演员墨清成和 在这个愿望却被顾生藏在心底 从未和任何人提起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顾生意外和墨清成相遇 而墨清成给他念一段食谱 正因为有这次的相遇 他们开始变得熟悉起来 最终他们不仅找到了最初的自己 还是想自己的梦想 在顾生和墨清成的爱情中 有三分之一的美食 三分之一的古风歌 三分之一的缘分 所以在这部剧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美食元素 美食和爱情相结合 让情节变得更加好看和耐度 莫宝非宝和顾曼的小说 选学的时候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喜欢选一线演员 最初网上传出的消息是 男主角将由宋威龙饰演 女主角由于舒心饰演 但网上传出的主演阵容刚没多久 知情人士又发出了一条消息 很想很想你将全面升级 准备找双一线演员 在研究讨论的过程中 已经将杨子和肖战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 他们有希望二次合作 还有看到这部剧主人公的名字 顾生和墨清成 就让人想余生请多指教主人公 顾威和林之孝 前面有余生请多指教的成功 那必然肖战跟杨子合作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很想很想你的小说 自带热度和关注度 如果最终的主演阵容都是一线演员 相信这部剧一定会爆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杨子正在拍摄长相思 这部剧也很有可能成为一部 未拍完鲜火的剧 除此之外 杨子主演的陈湘如蟹 即将与大家见面 相信长相思拍摄完成后 杨子会立即进入下一个剧组 肖战和任命主演的玉古瑶 已经成为网友们最期待播出的剧之一 这部剧的预告片播放量已破4亿 注意秒杀很多网剧的整体播放量 各位读者 你们期待杨子和肖战的二搭吗 如果他们真的有可能二搭 你希望会是很想很想你吗 当然 最终的主演名单 我们还需要以官方发出的消息为主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